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 iPhone 13跟iOS15上面 四款超级好用的Widget小工具 Widget如果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的话 它就是在iPhone的桌面上面 可以让你客制化你桌面的一个功能 iPhone有自己内建的小工具 但是第三方也有非常多好用的小工具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四款App分别是什么吧 首先第一个我想要介绍的是 这个极简风格的形式力兼阅历 那这款App的名字叫做DOWN 就是这个红色圆点的这款App 它是免费的 但是里面也有一些付费功能 我们首先把它打开来 然后大家看到呢 它的这个形式力是非常可爱的 而且它可以跟你的形式力同步 就是你现在iPhone里面 那间的形式力是可以汇进来的 它点下去的粉红色的地方呢 就是当天有行程的日子 而且最可爱的就是 你行程越多呢 它的颜色就越深 超可爱的 然后今天如果你要新增行程的话 就按一下下面的这个加号 那你就可以新增行程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排版是非常简约 然后大部分都是留白的状态 那我们先看一下要怎样同步你的形式力 首先按一下下面的这个三条横线 点下去之后呢 下面有一个Settings在这里 里面呢第三个选项叫做Integrations 点进去 然后第一个选项叫做Synic Calendars 点下去 那解锁完免费试用之后呢 你就在你想要同步的这个形式力 右边按这个灰色的Synic 然后它就会变成这个粉红色的Synic 变成粉红色就代表它同步成功了 然后我们就回到下面的这个Time 那你就会看到它粉红色的地方 就是你刚才从形式力里面汇进来的行程 然后今天例如说你有多个形式力在这个App里面的话呢 你也可以透过第二个这个按钮点下去 这里面你就可以选择你单独想要显示的形式力了 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App它的Widget 首先我们回到桌面 然后新增Widget呢就是长按桌面的空白处 然后在左上角有一个加号 点下去 然后往下滑去找到这样这个App 点进去 然后大家看到它有提供非常多个小工具的模板 我们来看一下 那前面三款都是只有日期的部分 那后面呢也是有上面有形成的这一种Widget 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偏好这种有形成又有日历的这一种显示方式 所以我自己后来使用的是这个 那选择完毕之后呢就按下面的加入小工具 那加入之后呢在这个抖动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点击这一个小工具 里面就有更多东西可以选择 或者是你在普通模式下长按这个App 然后按编辑小工具也可以进入这个编辑的选单 第一个是SIM就是它的主题 我们点进去 它里面有分三个 它其实就是跟着你手机的浅色模式跟深色模式在跑 那SYSTEM就是它会侦测你现在手机是在浅色还是深色 那LIGHT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白色配红色的配色 那DARK的话呢就是黑色背景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选项叫做TINT 就是粉红色配色的部分 它的背景是白色嘛 那前面的字现在是粉红色的 我们点下去 那你就可以去选它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这样就是粉红色的配色 然后第二个是Gold就是金色的 那如果是第三个Platinum的话呢 就是这个灰色的配色非常的好看 总体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约 然后非常可爱跟好看的一款形式力的App 而且它可以把你已经正在使用的形式力汇到里面来 所以如果你正在寻找形式力的话 我觉得这一款App是可以用看看的 而且它的Widget也非常的好看 再来下一款我们要介绍的Widget的App呢 叫做Launcher就是这个红色的标示 那今天介绍这四款App 都是可以在App Store里面免费下载的 那Launcher这款App有什么特别的呢 就是它可以帮你自定你想要的功能 然后把它组成一个小工具 像我自己设定的第一个功能是 直接和特定联络人视讯 第二个是直接发送iMessage 第三个是打开Apple Music上面的特定播放清单 第四个是WiFi开关 大家没有听错它有WiFi的开关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款App里面 还有其他哪些很强的功能 点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有小中大三个栏位 你就可以依照你想要的尺寸 点进去新增你想要的Widget 刚才我放在桌面上的就是中等大小的 那它里面就是可以放四个你想要的功能 那要新增Widget呢你就按一下这个新增 我们可以帮它命个名 然后在这边呢你就看到它有四个格子 然后上面可以选择它背景的颜色 或者是你点进去想要使用你手机里面的照片啊 或者是你要汇入你的桌布 模拟这个透明的感觉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来新增 我们想要的功能了 它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例如说你今天很常打给指定的联络人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选这个联络人启动工具 里面呢就有打电话啊或发送讯息等等的功能 例如说我现在选打电话 然后里面呢就可以选这个拨号 点下去然后这边你可以帮这个功能命个名 命完名之后呢下面就可以来选择你的联络人 我们按一下右边的这个电话簿 在电话簿里面点击电话号码 它就会直接汇入了 汇入完成之后呢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勾勾 然后再来我们新增第二个 那这款APP比较可惜的就是它里面没有LINE 然后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说网络启动工具 就是你可以直接打开特定的网页 另外也有音乐的启动工具 像是可以直接播放特定的歌曲啊 或者是播放清单 但是这里面好像只有自愿Apple Music 里面的播放清单就是了 然后再来呢还有应用程式的启动工具 然后你每一个APP点进去 可能还有其他更多的功能之类的 然后这边还有刚才讲到 它可以去控制WiFi的开关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飞航模式的开关 那主要运作的方式是透过捷径 例如说我今天把这个飞航模式加进来 然后这边会出现一个输入至捷径的一个视窗 意思就是说呢这款APP会直接帮你做一个捷径 我们按输入 然后会直接跳到捷径这边 然后它会要求你到设定里面去先把一个 什么不受信任的捷径打开 然后你才可以来这边顺利的把它加进来 那现在呢四个栏位都设定好之后呢 我们到桌面上面来 然后长按桌面 一样按左上角加号 里面就去找到我们刚才Launcher这一款APP 点进去 接着找到我们刚才设定好的这个Widget 然后我们按下面的加入小工具 接着在抖动模式下点进去 然后在Widget这边呢 我们就去选取我们刚才做好的这一款 这样就完成了有没有 而且它跟背景完全融在一起喔 那我现在呢直接点进去试试看看 例如说拨打电话它下面就会出现这样一个视窗 然后第二个是飞航模式 它会跳到捷径里面 然后现在这个飞航模式就打开了 然后第三个是写email点进去 然后就会直接跳到新增email的地方了 再来第四个是播放音乐 点进来之后它就直接开始播放音乐了 所以这款Widget真的非常的好用 里面有超级多功能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尝试里面有哪一些新功能的话呢 可以去试试看看这个Launcher的App 再下一个呢我们要来介绍可以玩游戏的Widget 就是这一款Steve 点下去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玩了 就是这个非常怀旧的游戏 就是之前好像是IE是不是 就是那个流眼器啊 如果我坏掉的话 就会有这一款恐龙的小游戏 然后它里面还会记录你的最高成绩喔 超级可爱的 那要怎么下载这一款App呢 就是一样到App Store里面下载这一款叫做Steve 然后它是一个恐龙的封面 我们点进去 那第一个How to play就是在跟你讲解 要怎样设定这一款Widget 然后第二个Characters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设定你的恐龙 要是怎样的形状 那基本上除了基本款 其他都是要付费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要怎样设定这个Widget 到你的主画面上面 那比较可惜的是这一款App 它没有办法放在一般的主画面 它只能放在就是最后一页这边 就是你的桌面滑到最后一页 会有这样子一个画面对不对 我们滑到最下面 这边有一个编辑 然后再滑到最下面这边有一个自定 滑到最下面你就会看到 我们刚才下载的这款Steve 然后按左边的加号 它就会跑到上面来了 接着我们按住右边的这个三条横线 把它滑到最上面 然后按右上角完成 你就会看到你的游戏跑到这边了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玩 就是实用度完全是零分的一个App 再来最后一款我们要介绍的Widget 是老面孔啦 就是这个Widget Smith 这次Widget Smith 也是有更新蛮多东西的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一样点进来你会看到 有小中大尺寸的栏位 你就按照你想要选择的尺寸 去新增不同的Widget 那我刚才放在桌面上面的 这个是小型的 然后它是一个寄步器 然后这个圆圈是当天的目标 那现在我们来新增看看 这边就是它所有的功能了 如果你看得懂英文的话呢 你就会知道它里面真的有 超级多功能跟版面的 包含它这边有简单的日历啊 或者是计时器啊 天气啊 或者是单纯的放照片 这边也是有的 那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它的黑色背景 因为等一下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调整的 或者是你单纯的想要打一些字的话呢 也可以放在这边 那我刚才桌面上面的是这一款 叫做Step Go 然后下面还有更多 跟你健康结合的一些指标 可以选择 然后这边这个也超棒的 就是你现在的电量 我们点这个 点完之后呢 下面这边有一个 Athetic跟Think嘛 我们点进去 就是你可以设计你的图标 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按一下下面的这个 Customized Thin 里面呢 第一个选项是选这个电池的颜色 然后下面第二个选项是背景的颜色 我们把它改成一个 比较淡的颜色 像是例如说这个超级可爱的粉红色 然后下面还有些边框什么的选项 大家可以进来玩玩看 那设定完之后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Save 然后这个视窗它是在讲什么的 就是因为你现在的背景 跟你之前设定过的Widget的背景啊 或者是前面的图案 所使用的颜色都不一样 它很贴心的问你说要不要把之前的Widget 也改成现在的颜色 那我们就先选就是直线这一个Widget 接着我们按左上角上一页 然后再按右上角的Save 设定完成之后呢 一样我们长按桌面 接着按左上角加号 然后我们就去找Widget Smith 这一款App在这里 然后这边呢 你会发现你没有看到 你刚才设定的那款Widget 对不对 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要先新增它的大小 然后再点进去设定 所以我们先新增一个小型的 接着在抖动模式下 点进去这个Widget 里面有这个选项对不对 我们点进去 然后里面有1到4号嘛 你就去选你刚才新增的那一款 然后这样子它就会变成 我们刚才新增的那一款Widget了 那这个电池容量比较可惜的是 它没有办法显示百分比 不然还蛮可爱的 然后我们再来新增一个中等的 例如说我今天想要一个形势力的话呢 我就点这个Upcoming event 然后它有一个视窗问你说 可不可以取用你的形势力就选好 然后接着呢一样在下面的这个Authetic跟Think里面 可以去选择你的颜色 那颜色的部分呢就是选这个CustomizeThink 就可以去选它字的颜色啊 还有它的背景的颜色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Save 然后继续再回到上一页 然后再按Save 所以总共要按两次Save 不然你等一下到桌面上面加入小工具的时候 你会发现加不进去 那现在我们先记好它是中等的2号 那我们到桌面上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要新增中等的 然后在躲动模式下呢按进去 这边呢就看到它已经选好 我们刚才新增的那一款2号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刚才第一款 这样的这一个形势力 还有最后一个Widget Smith做出来的形势力 其实内容是差不多的 另外呢如果你有私心认为非常好用的Widget 也欢迎在留言区推荐我 我们今天这个介绍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